有缘人,你能够看到这个影片的都是有福报的人。 认真看完这个影片,你的命运将会发生不可思议的改变。 请记住,无论你是什么身份地位,无论你是什么财富阶层,也无论你是什么思想层次,千万不要得罪天选之人。 世上真的有天选之人吗?又怎么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呢? 天选之人,顾名思义,就是老天爷选中的人,也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说的高人。 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,而是上天的孩子,他心软善良,内心通透。 他们来到人间是为了历劫,或者带着重大任务而来,也被称为天选之子。 正因为他们的非凡身份和使命,他们的人生也会付出很大代价。 很多不知道的人以为,天选之人就是带着光环出生的,他人生的每一个机遇都令人羡慕神亡,一生都顺风顺水,无往不利。 其实,恰恰恰相反,天选之人其实是要被委以重任的人,他们通常饱经磨难,在万法错位中困顿徘徊,迷茫焦虑。 比如,性格跟人群有点格格不入,行为也常常令人费解,而且往往历经坎坷,情感不顺,甚至颠沛流离,孤苦伶仃。 如果不这样,又怎能看出他的肩膀,能不能承担大任呢? 所以,看一个人是不是天选之人,就要看他能不能承受得住上天给他的一道道难关。 正所谓顾天将将,大任于斯人也,必先苦其心志,劳其筋骨,恶其体肤,空发其身。 当天选之人,闯过了所有的难关,必定拥有顶天气韵,人生将不同凡响。 这就是道德经理说的大智若鱼,大棄晚成。 天选之人需要度过的六个难关。 第一关,饱经磨难。 俗话说吃的苦中苦,方为人上人。 一个人若连苦都吃不了,是做不成任何大事的。 纵观华夏五千年历史,凡是最终成就一番伟业或功成名就之人。 他们无不都是经历了无数挫折与磨难。 承受的辛酸苦辣只有自己体验最深刻。 就像那种涅槃重生所要经历的一个痛苦的过程。 就比如王阳明先生,为官一生公正无私,上报小国家,下造化天下苍生,可最后被小人陷害,逼到了绝境。 王阳明心如死灰,看不到希望,被逼到了生无可恋的地步。 可是王阳明最终在龙场悟道,回顾自己一生的遭遇后,直接顿悟了人生,一切都看得通透明了。 绝境过后,还存在一个更光明的世界。 从此之后,王阳明勤心悟道,走出了困境,把他人生的跌宕起伏,且波澜壮阔的一生经历,都总结成了一部人生智慧之书。 那就是震惊千古的阳明心血。 很多像王阳明这样的经历磨难案例太多了。 可真正能通过这一关的人,却是寥寥无几。 凡是能从绝境磨难中走出来而战胜磨难的人,皆是无谓的勇士,皆是大智者,皆是成功者,皆是得道者,皆是天选之人。 第二关,出于泥而不染。 做人如作一朵莲花一样,莲花从淤泥之中生长出来,可是莲花却没有沾染一点泥巴在身上。 而做人也是一样,要跟莲花一样,出于泥而不染,永远保持纯净纯洁的一面,豁出自己生命最光彩最光明的本质出来。 人的一生本身的意义就是生于奉献,活在奉献里,生命结束后,人归于奉献里。 整个天地万物和自己的父母,就像是生养我们的淤泥本体,是心灵的根本能量,需要它们的滋养和孕育,才得以成长为一个有智慧,有心灵品德的人。 淤泥就是我们的根,滋养着心灵之源。 在无形之中,根植于爱之中。 若人的生命一旦发挥不出来,人生就像是一团死水,毫无活力,毫无意义。 因此,当一个人能真正感受到整个天地万物与父母都是我们一整体,是生养我们的生命之根, 那一颗纯洁纯净之心灵能量就打开了,宇宙的终极真相之门就打开了。 一切的一切皆为我之用,根本就不存在绝对的善与绝对的爱。 我们的心灵是万能性的,之所以你定义别人是坏人,是你心的想到了怀的一面。 之所以你定义了别人恶的一面,是你的心声发了恶的一面。 一切都是自己的心灵所造就出来的一个投影。 就像一朵莲花一样,淤泥它是坏的吗? 没有淤泥长不住莲花,所以莲花的根一直在淤泥之中。 有淤泥的存在就有生命生长它的能量存在。 所以一切淤泥皆为莲花所用所需,根本不存在不好的一面和恶的一面。 人生亦是如此,天地万物皆是生长我,成长我的根本之地。 一切为我所需,以为我所用,一切皆为我之一整体,根本不存在不好的一面。 世间一切我们所认为遇到的坏人与恶人,那都是来惊艳我们的真心本性, 是来成长我们的真心本性的,让我们找到心灵之根。 天地万物皆是一体之远,无缘我无以为生,皆为我生命之整体。 一切都是祝愿于我,成长于我,都是我人生当中的一份子。 生命的本质本就是感恩于一切,奉献于一切。 因此,人生再是要感恩一切。 所有你认为不好的,给你痛苦磨难的人,都是来祝愿你成长的人。 不经理摔倒如何成长,如何生发智慧,如何能创造幸福的生活。 记住一句话,出现在你身边的所有人或事,都是最好的安排,都是最好的有缘人。 带到你智慧圆满,人生圆满之事,回过头来发现圆机圆散之事, 你才懂得曾经多么不懂得珍惜上善之缘啊。 第三关,困顿之境。 人生就像是在打一场游戏升级。 假如人生有十个段位,我们从第一关到第十关,都会经历重重的困境和迷茫。 通常来说,这就是人生要经历的节观。 重重关卡,我们都得面对,无法逃避。 很多人在当家遇到迷茫和困境的时候,选择逃避,没有勇气和智慧去面对, 结果永远卡在了这一关卡,人生就困陷,就在这一关卡里而自苦自艾。 每个人在当家面临的困顿之境的时候,正是你提升新思维能力,生发智慧,成长自己心灵与品德的时候。 如果升级过去了,你的人生又是一番新的世界。 曾经你所认为的那些困苦困境都灰飞烟灭,你能轻松化解掉,根本不存在了。 人这一生啊,活的就是一种心灵的境界和状态,境界一旦提升,问题即可消失。 第四关,见他人之苦。 前面三关都过来的人,都是大觉悟者,都是光明使者。 有大智慧,有慈悲之心的人,有一种原始本性的同理心,同感心。 每个生命都是有情感的,人的情感是最强烈的。 比如,母亲怀胎十月把我们生下来,是何其之苦。 父亲常年奔波在外赚钱,为了供我们生活与读书是多么的辛苦。 人的生老病死之苦,核心理上的无形之苦,都是每个人要经历的。 正是有了苦,才能懂得原来还有甜,懂得珍惜,懂得善爱。 懂得在这一过程之中坚守信念,初心不改青云之志,直至抵达生命甜蜜的源头。 真正能感受与体悟到他人之苦的人,才是真正觉悟到了生命之根源。 生命之光才会被点燃,生起了心中的一盏明灯,燃烧了自己,走到哪里就照亮到哪里,意义无限。 第五关,事业平静。 一个能吃苦战胜苦的人,能见守心之纯净无然,与万物共荣之人,并能战胜困境,能度化他人的人,必定功德无量,事业有成。 真正伟大的成功事业,并不是以金钱地位名利来衡量的。 真正的事业,乃是能心怀天下苍生,心计天下苍生,造化天下苍生的。 绝不是为了谋取自己的私利,而违背自己的良知,去做出伤天害理之事,达到自己的目的。 古往今来,有很多事业成功人士表面上看起来很成功,为了达到自己目的,很多商家都制造出假冒伪劣产品,甚至药店卖的药都有假的,而且很多。 这是多么丧尽天良的事情,表面上是经营自己的事业,实际上是为了一己之私利。 一个真正的圣人,伟大的成功人士,即使面临事业破产,到了瓶颈期,也绝不会投机取巧,不会去做出任何伤害天下苍生的事情来。 真正伟大的事业,是心灵的事业,是造化天下苍生的伟大事业。 第六观,功成名就。 一个完满的人生就是功成名就。 不仅物质事业有成,更重要的是品德修为有成。 德行兼备者会受到大众的爱戴与敬仰,所谓厚德载物。 即使到了功成名就,也仍然谦虚地去学习,去提升品德修为。 自然能够汇聚八方力量,功德圆满,功成身退。 最终化于无形之中,遨游九天之上,而自然自在。 以上就是天选之人要经历的六个关卡。 每个人的一生都是带着任务和功课而来的。 所经历的这些难关,皆是最好的安排。 当你经历过重重关卡,重重挑战,重重不一样的境界, 驾驭和掌控了自己的人生,最终成为一代天选之人。 天选之人都有以下这十个特点, 站得越多,你的福报就越大。 第一,善心俱足,乐善好施, 见人苦如己苦,见人乐如己乐, 和光同尘,一体同碑,心量宽广,身意柔软, 并能以大雄之力,勇猛精进,行自利利他之行为。 第二,虽身处尘埃与起起落落的强烈冲撞与暴击之中, 身体与精神遭受双重的考验, 但自心品性高洁,能不坠青云之志, 能怀慈悲旧事之心。 第三,于困顿之近,心与圣人通,闻圣人之言, 或灵光一闪,或心生欢喜,或剃泪悲气, 或汗毛竖起,恍若圣人而语教诲。 第四,宝经磨难,让他们在万法错位中困顿徘徊, 迷茫焦虑,在生活,事业,家庭的重压之下, 苦其心智,劳其经过。 第五,经过多年的历练, 自身已经经得起风浪, 事业上已经不再胶着, 安住当下自有机缘巧合, 贵人出现,引入正途, 入正途后于行业中光芒四射, 备受瞩目,自然凝聚八方力量, 宫情圆满,福布寿采兼具。 第六,他们的灵魂级别特别高, 比较早熟,思想跟年龄不相沉, 悟性很高,容易看穿人性, 看透本质。 第七,他们比较清高, 把名利看得比较淡, 他们的潜意识里有比名利更重要的东西, 他们来世上不是为了赚钱, 而是为了完成使命。 第八,他们往往在某一领域有巨大的天赋, 是天赋一顶之人, 但在其他领域又有明显的短板, 比如内心敏锐,不善言谈,不善社交, 第九,他们常常独来独往, 但又待人友善。 独来独往是性格, 待人友善是修养, 两者并不矛盾。 第十, 他们有大的使命感和责任感, 心量宽广, 有远大的志向和理想, 哪怕被人不理解和嘲笑, 他们也会一直坚持下去。 就像唐僧, 虽然手无腹肌之力, 但却有坚定的信念, 不取回真经事不休。 天选之人就是修行之人, 他们一般都是饱经磨难, 他表面看似普通, 但是他的能量场特别强大, 如果你一旦得罪了这类人, 就等于得罪了老天爷。 这类人不知道吃了多少苦头, 表面看似普通, 但能量场特别强大, 而且这样的人是带着有特殊使命的, 不能够随意欺负。 说他们坏话, 可能招来车祸, 财务的破产, 甚至法律的制裁。 得罪天选之人的后果, 是不堪设想的。 天选之人, 通常是为大事而生, 不可触碰。 若无端招惹天选之人, 他虽不亲自找你, 背后却有无形的保折, 得罪他们, 可能会招来无数种灾祸。 作为天选之人, 自身的事也无需胶着, 只需安住当下, 自有机缘巧合, 贵人出现, 引入正途。 随后在行业当中光芒四射, 备受瞩目, 自然凝聚八方力量, 功德圆满, 福禄受洗, 才具健收。 有心之人, 有心之人, 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? 如果有, 一定要珍惜, 不要把他搞丢了, 因为他会给你带来好运。 如果你没有, 你也不是, 那么只需要好好修行, 做好自己, 好好生活, 你也终究会遇到。 希望今天的分享, 对你有所帮助。 在评论区留下一句天选之人。 如果你喜欢这个内容, 请订阅我的频道, 随缘加入会员, 与志同道合者, 共修基辅。 欢迎大家使用超级感谢, 来留言, 斗内, 小额赞助, 你们的留言我都会看优。 最后, 请积极分享, 点赞这支关于正能量的影片, 让正面思维在宇宙中迅速扩散, 不仅帮助了别人, 也让自己受益, 种下智慧种子, 功德无量。 请不吝点赞助, 请不吝点赞助,